嗨大家好,这支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支购物的视频 因为好像真的很久很久都没有购物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新买到的东西这种视频了 所以就说因为昨天有跟朋友出去买一些东西回来嘛 然后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然后还有之前买到的一些比较零碎的东西都整合到这支视频里 然后一起跟大家分享 虽然东西不是很多,但是也够来讲一支视频的量 所以就想说通过这支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首先先讲衣服好了 因为其实我的衣服从去年年末开始 之前也有说过很多次 从去年年末开始到今年年中 到夏天为止我真的买了好多好多好多衣服 所以就真的是够我穿了两三年的了 所以就想说今年秋冬天就不要买太多衣服这样 然后因为我的行李其实本身也很多 就不想再给自己增添加负担 所以就没有再买太多的衣服回来 只是说买一些自己觉得穿起来舒服的 然后适合平常就是随便都可以穿的衣服这样来 可是今年就想说因为回归校园生活 所以就买的一些衣服都是这种比较宽松 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穿起来很舒服的这种风格吧 然后首先是这个这件上衣 这件上衣特别的大 大家看得出来就是怎么说的很大的一件衣服 这种就是套衫套头衫 昨天我跟朋友去我们比较喜欢 我们两个人都比较喜欢的一家就是衣服店吧 然后想说进去逛了一下 然后它这件衣服就放在前台的那个柜子上 所以我想说拿起来看一下好了 结果它就是这种比较大的宽松这种就是套层衫 然后它我觉得它比较不同的地方是 它里面带这种就是毛绒的这种感觉 然后穿起来很暖和很舒服很软 然后摸起来整个衣服的质量也不错 现在这种天气单穿这一件衣服就够了 因为它毕竟比较厚嘛 所以单穿这一件 然后下面配一些就是铅笔裤啊 或者配一些迷你裙之类的都是比较合适 因为它比较长能盖到屁股 而且这种套头衫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就是我喜欢衣服上有这种英文字母的装饰 我不太喜欢有各样花花绿绿的图案 我不太喜欢那种风格 而是喜欢简简单单就有一些英文字母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件是条裤子啦 不过它是这种可以 你可以当做睡衣来穿 也可以当做运动的时候衣服来穿的这种休闲裤 它有点怎么说呢 是那种锥形 有点像鉴笔裤那种形状的 但是它的这个当 屁股这部分比较长 穿起来又比较像那种 就是嘻哈风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这个 就是屁股这个地方能比较 往下坠 因为之前我有买过一条那个耐克的那个 dry fit那种 那个系列的运动裤子 然后想说没有可以换着穿的这个运动的时候长裤来穿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凉 穿不了短裤 所以就想说再买一条这种休闲 然后可以运动的时候穿的这种裤子 比较比较简单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风格 然后接下来这件衣服也是在我朋友买裤子的一家店里买到的 它就是是专门卖裤子的店 但是它门口有摆了几件可以搭配着穿的 搭配女仔裤穿的这种上衣的类型 然后所以我就在前面稍微翻了一下 趁我朋友在试裤子的时候就在前面翻来翻去 就看到这件衣服 也是这种套头衫 我最近真的很喜欢穿这种套头衫 因为它衣很舒服 而且它百搭 你不管穿西装外套也好 或者是穿那种休闲的那种外套都好 它都是搭得起来这种风格 运动穿也OK 所以是我最近真的很喜欢穿的一种衣服 一种上衣 然后这个前面也是英文字母 比较简单 but it's my turn 我买到的这些东西 彩妆几乎没有彩妆啦 因为我最近其实收到的合作产品也好 收到了很多彩妆类的产品 比如说眼线笔也是 然后唇妆产品也是 三红的话现在自己还有很多 所以也没有说想买的这种欲望 所以买了一些自己比较需要的一些东西吧 之前有在视频里用到过 大家见到过的 不过我没在这个购物视频里讲到过的是这两款眼影 然后它是这个阿里达姆他们家的这个mono eyes这个系列 它是这种就是凸起来的这种形状 有点像烘培的那种眼影 然后是这种金棕色的感觉 然后可是你涂在眼睛上之后 它是完全是那种金色的那种反光 尤其是在阳光下面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是很适合秋天日常来用的一款眼影 然后另外一个眼影也是同一个色系的 不过它是比较偏黄棕色的这种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亮片的这个质地要比刚刚那个更大一点 就是亮片更大颗这种感觉 这一款眼影在灯光下也好 在阳光下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是之前我前辈来我家住 然后他想说借我的眼影用一用 然后想说就都拿给他挑 然后他就看中这款眼影 他就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之后他自己也有去买这个系列的 还有其他的几个颜色 所以真的是不只是我自己觉得好看 就是我的朋友也觉得他真的是很不错 接下来是这款美宝莲的这个黑眼圈遮瑕膏 然后这颜色遮瑕膏 我之前的那只已经马上已经用完了 就想说再去买一支新的回来用 然后这支遮瑕膏真的是我自己很爱吧 除了Mac的那个Pro Longwear那款遮瑕膏之外 专业遮瑕膏之外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款遮瑕膏了 而且它遮黑眼圈的这个能力真的很好 如果说你上一层觉得太淡遮不住黑眼圈的话 你可以再上一层 就是它叠加那个效果 就整个会不仅提亮你眼下的这个皮肤 而且会把黑眼圈遮得真的很好 当时去的时候也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 然后当时我买这款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 他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好用 我跟他说我已经买了第二支 然后他也就是同时跟我一起买这样 就影响身边的人跟我用一样的产品 然后还有个问题 就是很多朋友问我要连接产品的链接什么之类的 我自己是不在网上购物了 尤其我不在淘宝上买产品 因为我一本身在国外 我在淘宝上买东西真的很不方便 我买东西几乎都是去店里买 就是因为我想去试一试它 网上大家说是好还是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去试一试 觉得它是不是真的好 然后再来决定买不买 接下来是我在上个月生日的时候 就是十月份中旬生日的时候 买到的两款香水 然后当作是送给自己小小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这个香水其实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是当时我过生日的时候 去一个那种家居用品展览会 然后他还有卖一些产品嘛 所以就有一家小小的店 它是卖那种香薰香粪的一个概念 就是卖这些产品的 然后他还有卖这种手工香水 当时聚在那里的人特别多 我就跟N朋友说 说我们两个等等看好了 看看到底是什么 这么多人在抢 然后结果挤上去看 就发现是大家都在看这个 它是这种怎么说的滚猪香水 喜欢 然后把它买了下来 而且韩币一个才七千块 因为展览会嘛 它还有折扣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很便宜 然后就买了两只 下面这个是法语单词 我不会念了 非常清淡的茉莉花香的那种味道 很淡 然后还有一点点除菊的感觉 反正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这种清新的味道了 非常适合小女生来用这个香水 另外一款叫Aurora Pink 然后它这个香味就是 跟哪一款香水特别像的 跟 呃 克洛伊那款 我的那款 克洛伊女性香水 特别特别像 它的玫瑰味 它的那个玫瑰花的那个花瓣的味道 特别特别的重 没有克洛伊那款香水那么的甜 而是说它的这个花香味更浓 而比起那种甜香味 它这个花香味是更浓的 所以想说我就买了这两款来用 接下来买到的是这款眼妆的卸妆液 然后这款卸妆液它是专门卸那种 怎么说带亮片的那种眼影嘛 就是比如说你的眼妆化的很重 然后珠光又很重的时候 可能用一般的那种卸妆水不太容易卸掉那种亮片 珠光之类的 所以它这个是专门卸这种眼妆的这个卸妆液嘛 我就想说买回来用 彩妆 你说不上彩妆了 就是这个指甲油 然后也是在阿里达我们他们家买的这个 Modi的他们这个系列的指甲油 这款指甲油当时买的时候 也是想说我这种就是需要用灯烤的这种指甲油 我没有这种暖色系的 然后油也是都是比较偏于适合用春天夏天用的一些颜色 然后想说买一款红色来试试看 然后当时我打开看的时候 它这个颜色也真的很好看 所以就把它买了回来 当时它也是有打折的那个活动 然后就是这种很纯正的红色 它不是那种偏深也不是偏浅的红 是很纯正的这种大红 这两个是这种特别大亮片的这个指甲油 然后一个是紫色的一个是黑色的 然后里面的亮片就巨大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圆形的这个亮片 大家也看得到 而且这个黑色也是 它不是那种完完全全实大实的黑色 而是说稍微有点半透明的那种黑色的感觉 就算你涂了两三层也是 你还是隐隐约看得到它那个透明的那种质感 所以这个黑色是用起来完全不会给人负担感的感觉 因为有的人涂完全黑色的指甲油 就觉得要么手感觉脏脏的 要么就是怎么说太过于强烈 让人让周围的人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 但是这款黑色我觉得就很适合那种 想涂黑色指甲油可是又怕太over的那种感觉的人 然后接下来几样产品都是用在身体上的 首先讲这个洗发水好了 这款洗发水也是被旁边的人安利 是被我表姐安利的一款洗发水 然后他买 他应该买也是这个绿色的这一款 我自己是没见过这个品牌了 不过他这个洗发水这个系列 在Olivian韩国那个药妆店出现了很久 大家也知道我不用互发素嘛 所以就想说先试试看这个洗发水好不好用 好用的话再去买其他就是几款来 回来试试看也OK 然后他应该是日本的品牌 因为他made in japan 所以我自己是不太了解了 但是我有用过一次 买回来当天我就有用一次试试看 看他效果怎么样 用完的感觉真的是很好 他不像我现在用的那一套洗发水 用起来感觉那么的一般 他就是用完的感觉 有可能就是吹头发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上护发油的感觉 头发就很顺了 接下来这两款产品都是用在身体上的这个东西 然后首先讲这个沐浴液好了 因为我现在那个 The Body Shop他们家蓝莓那款沐浴液 我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 然后想说买一款润度比较高的这种沐浴液来用 他们家做活动的时候这个沐浴液都很便宜 可是我想说一直有用其他品牌的产品 就没有机会尝试它 然后他这款沐浴液它是针对于那种干燥和敏感皮肤用的一款沐浴液 所以我觉得你的皮肤如果是秋冬天真的是很干干到会有生死的皮啊 或者是干到一个容易发痒的一种肤质的话 我借你试试看他们家这款沐浴液 我用了两三次了已经 所以觉得真的很不错 就是洗完身上完全没有紧绷啊那种感觉 接下来这款也是这个身体黄油 因为之前用的都是一些润肤露啊 或者是润肤霜啊之类的 就是质地比较轻薄的这种用在身体上的润肤露 然后想说再买一款身体黄油来用 因为毕竟秋冬天真的是太干嘛 我这包装还没拆 秋冬天真的太干 所以需要那种高润度的这种润肤霜啊来用 所以想来想去觉得润度最高的产品 又能是在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范围内的产品 就是它了身体黄油 而且我自己是真的很爱用它 他们家这个产品我已经用了很多款了 所以用来用去还是觉得这个品牌比较好用 而且是比较好找 我买的是摩洛河坚果油的这款身体黄油 然后它是for 看一下哈 它应该是 针对于干燥性皮肤出的这个身体黄油 而且它的味道我也很喜欢 是那种就是摩洛河坚果油的味道 这个秋冬天我身体上的皮肤就靠它了 然后如果你的皮肤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干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用那款芒果的那个身体黄油 芒果那款是特别特别的润 我妈是超爱那款芒果的身体黄油 之前我买那个芒果身体黄油的时候 它都有在跟我一起用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之前我年初时候买那款辣木花的那个身体黄油还没用完 所以两款都会这样换着来用 就真的真的是很喜欢了 最后一样产品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就想说反正买了嘛 就在够里在视频里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就是这个发带 然后是洗脸用的这个发带 我之前用的一个洗脸的发带 让我弄的已经是脏到一个不行 而且都开线呢 然后里面的这个松紧带也松掉啊 就用到一个惨不忍睹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买一个新的回来用 然后这款它我很喜欢这种 最近很喜欢这种颜色 那衣服也是买这种颜色的 就喜欢这种嫩嫩粉粉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觉得买一款这个可爱一点的好了 而且它是这种毛绒的那种质地嘛 就用起来软软的烫在头上比较舒服 然后很可爱的感觉 有蝴蝶结 其实感觉好久没录这种分享类的视频 就觉得自己好像废话很多 我会把没用的地方都剪掉了 然后留一些精华的成 留一些精华的部分给大家 然后说话的时候也是一直就是脑子里就比较空 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 然后这个产品要说什么要怎么说 就很慌不知道该怎么办 希望大家谅解了 之后还是会有更多好看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用的产品 觉得喜欢我试一试的产品 或者是推荐我用的一些产品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去试试看大家的推荐 大家也知道关注我微博的朋友都知道 我最近硕士论文打电已经结束了 就相当于我拿到硕士学位的这个 离拿到硕士学位的这个距离已经不是很遥远了 接下来我只要把我要上交 最后上交成册的那个论文整理好 然后我就可以毕业了 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开心的消息 虽然当时答辩的时候真的真的非常的近 照片很远 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很镇定的在那边念稿子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不是 我整个人就是我答辩一共是 我自己需要念的时间是25分钟 然后我自己用了25分钟的时间 然后大概有前10分钟的时间 我都是在抖的 就是拿着东西在 拿着我的稿子在 前辈啊 我的风口跟我说 就说的真的还不错 还很好 整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让我不要担心 就是觉得幸好吧 还好还好 然后就答辩就很顺利就通过了 所以重点我想说的是从这个月开始 我真的会有很多的时间来自由支配 所以就想说这个月还是以视频为主 因为10月份真的是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我的博客上 就是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视频到日期了要上传 就有点像交作业的这种感觉 然后11月份的话 我自己还是会自主做一些视频分享给大家看啦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微博 继续关注我的土豆频道 我的优酷频道 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应该是星期五 然后也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